再次采访节目中 记者好奇地问小月月 你现在这么出名 并且也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你的弟弟还在农村种地呀 月云鹏可以说是一个草根明星 月云鹏原名月龙刚 他1985年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但家中姊妹众多 他上面有五个姐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在他出生之前 一天晚上村口正在放电影《喜营门》 父母觉得 这个电影中男主的名字很霸气 于是就给月云鹏起了月龙刚这个名字 同时也希望他能光耀门美 小时候家里穷 父母为了他们姊妹七个 整天起早谈黑 在月云鹏的记忆中 父母从来就没有休息过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但是尽管这样 依旧只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 所以月云鹏和弟弟从小 就是被五个姐姐带大的 那时候因为生活窘迫 月云鹏从小就连过年都没有穿过新衣服 都是用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改造的 曾经他还因为穿女孩子衣服 被村里小伙伴嘲笑 就连过年的时候也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 买烟花泡煮碗 只能去捡别人玩剩下的 更让人心酸的是 随着月云鹏慢慢长大 刚开始跟姐姐一块睡的月云鹏 有了性别意识后 便没办法和姐姐们住在一起了 然而因为家里只有一个房子 根本腾不出位置 于是月云鹏就只能和牛在一起睡觉 可晚上文字实在是太多了 父母一狠心把牛卖了 月云鹏就可以住在牛棚里了 即使再穷 但五个姐姐对月云鹏还是特别的宠爱 有了什么好吃的 都是自己舍不得吃 都给月云鹏留着 月云鹏的学费 也都是五个姐姐省出来的 自己宁愿不读书 也要供月云鹏读书 等到月云鹏上初中的时候 家里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供月云鹏读书了 月云鹏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年仅14岁的月云鹏 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 他身无分文地来到这座繁华的大城市 因为没有学历 也没有技术 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延活自己 月云鹏曾在一次采访中就说过 那个时候的自己在餐厅当服务员 因为一次算错账被客人骂了三个小时 甚至当时的他愿意自掏腰包给客人买单 但是对方依旧不依不扰 这件事让月云鹏深深地受到了打击 导致现在月云鹏回想起来还忍不住落泪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 月云鹏多次想要放弃回家 但是一想到家里糟糕的情况 在他的心中就生出一阵阵烈火 他自己安慰自己 一定要坚持住 以后一定会在北京出人头地的 而在2004年的时候 月云鹏遇到了郭德纲 从此他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那时候的郭德纲也正是落寞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相声行业并不是很景气 看到有人来拜师学艺 郭德纲当时就想着 这个孩子挺老实本分的 而且有个人帮忙打杂也好 于是就同意了 月云鹏刚进入德云社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基础 再加上月云鹏本就嘴笨 而且有着特别严重的河南口音 所以经常遭到其他弟子的排挤 比他后来的师弟都上台表演了 而他由于嘴太笨 还只能在后台打扫 但是即便不被人看好 月云鹏依旧任劳任怨 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 月云鹏终于有了一次上台的机会 但是由于太过紧张 导致忘词了 所以还没三分钟就被赶下来台 又过了三年之后 月云鹏才再次被郭德纲赶上台 因为当时德云社内部动荡不安 实在没办法了 所以只能安排月云鹏上台了 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一次 让他大红大紫起来 后来又因为五环之歌 让他再次火遍全国 当月云鹏火了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自己的父母和姐弟 他和妻子商量着 给五个姐姐每人都买了一套房子 在月云鹏的帮助下 姐姐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但是很多人都想不通 为什么月云鹏给姐姐们买车买房的 而相反 他的弟弟如今还在农村种地 月云鹏怎么就不帮一帮自己的弟弟呢 其实月云鹏并不是不想给弟弟 在城市里买房子 而是因为父母年龄大了 在农村也住习惯了 受不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再加上对故乡总是有些眷恋的 不想离开 而弟弟觉得父母自己在乡下不方便照顾 所以就决定留下来陪着父母 后来月云鹏也给弟弟找了比较好的工作资源 但是都被弟弟给拒绝了 因为弟弟觉得 在哥哥月云鹏最困难的时候 都是姐姐在帮助月云鹏 并且姐姐们付出的也多 而自己本身就比月云鹏小 从小到大都是哥哥照顾自己 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 所以不好意思接受哥哥的好意 月云鹏虽然没在城里给弟弟买房子 但是给弟弟在乡下盖了一栋40万的房子 而且每年都会给弟弟打欠 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父母 所以就让弟弟替自己多多尽一些孝心 而如今发达之后的月云鹏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分 这几天河南因下大暴雨导致的灾难 月云鹏知道后 也是在第一时间为家乡捐出了100万为救灾所用 并且还在微博发文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河南老乡都要平安 其实在所有财富面前 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小编在这里也祝愿河南能够战胜困难 以一切平安